蓝色淡海轻轨列车贯穿蓝海桥 桥梁利用景观桥设计 成为沙伦淡海地区一大亮点 也是丹水旅游的新地标 从海洋大学站到沙伦站的之间 会经过这一座蓝海大桥 可以在车厢内眺望淡水河美景 蓝海大桥横跨两个轻轨站 可在捷运车厢内眺望台湾海峡夕阳 桥梁光雕美景 轻轨第一起的蓝海线是预计在年底通车 但这个初刊是我们最重要的第一步 也因为年底淡海轻轨第一起 蓝海线即将通车 30号下午初刊 做了整套人为纵火模拟流程 丹海轻轨从原来的十一站绿山线 年底将增设三站蓝海线 从台北海洋大学沙伦站到渝染码头站 未来不用开车也能坐轻轨跑头头 这边其实也是沟车总站 等不到公车就可以换来等轻轨 这样也可以直接通达捷运站 这样很方便 很方便 对没有交通工具这样就会 做的时候就是做错的 天天单讲 如果轻轨坐到一半 想下车看风景 捷运站旁边都有设置U-bike 能骑着脚踏车沿着淡水河畔 享受海边美景 以往来到淡水渝染码头 只能搭乘公车接驳 未来轻轨通车不只能从 红树林站直通码头还能缩短行车时间 记者孙仪李玉涵新北市报道